好 空军一号抵达达拉斯局场 这里天空晴朗 阳光何序 州长康纳利和夫人陪同肯尼迪夫妇 登上一辆林肯牌敞篷汽车 总统坐车穿过达拉斯市中心 街道两旁 人群拥有 人们夹到欢迎总统 肯尼迪三次要求停车 以便向热情的人群挥手之意 当车队进入埃尔姆大街 行经德克萨斯州 一座八层的教学图书馆大楼时 刚好是11月22号下午2点30分 正当肯尼迪总统向人群挥手挥笑时 广场上响起了沉闷的第一枪 肯尼迪总统用手捂住了喉骨 他被击中了脖子 紧接着又响起了第二枪 击中了总统的后脑勺 肯尼迪的头猛地向后倒去 同车的康纳利州长也被击中 肯尼迪立即被送往临近的 帕克兰德纪念月抢救 然而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美国中部时间下午 13点38分 肯尼迪逝世的消息被官方公布 举世震惊 现在46年过去了 有关约翰肯尼迪遇刺的原因 到现在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有一项调查显示 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内幕 有36种版本之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 因为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这是黑社会刺杀了肯尼迪 因为他们对肯尼迪的一些作为不满 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 也有人说是南越政权 吴廷燕政权 因为在当时肯尼迪对南越政权的倒行逆施 一些不人道的政策 感到厌倦 想把美国从那边撤军 减少对他的支持 他要报复他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当时的副总统约翰逊 因为他虽然在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 跟肯尼迪结成联盟 而且在帮肯尼迪取得了南方很多票 但是他也心怀不满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想当总统的 很多种说法 我觉得最大的疑问 可能要留到2047年 因为在当时美国政府出台的一个 约翰逊委托美国最高法院的院长 出台了一个涡论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 说结论只有一个 说Oswald那个杀手只有一亿人 但是美国民众不相信 但是这个报告的具体的细节 美国政府规定 2047年当很多人都做谷以后 才能够披露出来 我觉得2047年这个谜也解不了 为什么呢 如果涡论调查委员会的 所有获得的信息 是可以做出一个清晰的 解开谜团的结论的话 他能隐瞒吗 他不会隐瞒的 有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当时肯尼迪的大脑一度失踪 而且有人传说是罗伯特·肯尼迪 因为他当时主管司法 他是介入这个案件 不想让肯尼迪家族的很多丑闻 因此曝光 因为当事人还在 我觉得如果当时涉及到这个原因 有可能是发现一些真相 可能也正是因为背景太复杂了 原因太多种多样了 才会产生这么多版本 但是两位专家分析 根据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 哪一种版本 比如说更接近现实 或是哪种版本 比较靠谱 更真实 更可信呢 这个就是JF可以猜想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美国内部的人 因为很难设想一个外部的任何组织或者国家 到美国的内部去 实施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实施这么一个精确的一个行动 当然他美国内部是谁 是副总统 是黑洲党 还是他的某些政敌 这个说句老实话 这个谜太大了 我们是无法解开的 四兄弟中三人死于非命 肯尼迪家族 是以中了传说中的死亡诅咒吗 怎么这么巧呢 青岛一代美国人 杰奎林有怎样的魅力 杰奎林给美国人带来一种皇家的威仪 虽然是第一夫人 但是他有他自身的价值 天下天天谈继续探讨 肯尼迪家族居民 在说到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时候 他的夫人 也是第一夫人杰奎林 就坐在他的身边 刚才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他是亲眼目睹了 当时血腥恐怖的那一步 但是杰奎林却表现出了 出人意料的惊人的勇气 我们来看一下小片 杰奎林在丈夫遇刺之后 表现出的从容镇定 令全世界为他赞赏 杰奎林拉着两个孩子的手 主持肯尼迪的葬礼 在国会大厦和女儿一起在灵旧前下跪 随着灵车从白宫 一直步行走到圣马修斯教堂 最后在阿灵顿公墓 点燃她丈夫墓前的长鸣火炬 31年后 她也被安葬在这里 在已故丈夫肯尼迪身边 杰奎林会说流利的法语 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作为华盛顿先驱时报摄影记者 她邂逅了当时一颗政坛新星 民主党马扎诸塞州 参加坎尼迪 并跟随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一起入主白宫 成为最年轻的第一夫人 杰奎林主持的许多社交活动 使得总统夫妇成为国内文化界的焦点 她被认为是60年代 美国妇女心目中公认的时尚引领者 1994年她因患淋巴性癌去世 享年64岁 杰奎林是在1968年离开美国的 嫁给了希腊传王奥纳西斯 然后又和奥纳西斯离婚 还当过编辑 总之是一个我心我素的人 孙教授不知道美国人是如何看待 这一位第一夫人呢 我觉得分几个阶段 因为杰奎林刚当第一夫人的时候 那整个美国的民众为之轻狂 我为轻狂啊 因为她这种优雅 一个知识女性 同时又风情万种 很多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平民 人人平等的社会 但是呢 杰奎林给美国人带来一种皇家的威仪 那么真正的皇后般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她第一个阶段 而且她特别是在葬礼上 在她表现出那种镇定 让人觉得她堪当大任 那么后来呢 她这个下架希腊传王 那是有很多种原因 我想最大的一个原因 我个人认为呢 是因为她担心她的孩子 在美国得不到安全 因为连续发生了 肯尼利兄弟被刺杀 那么她觉得希腊传王 有足够的财力 在当时是世界首富 能够保护她 她的孩子能顺利地成长 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 您不同意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刚才孙教授说的 下架 下架还是高攀 现在也很难说 有的人认为她是高攀 因为她这个船王是有 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对吧 但是肯尼利家族也不穷 肯尼利家族也有钱 如果说我要保护你 我相信花这点钱 肯尼利家族也拿得起 所以你觉得这可能不是因为钱 可能这个事情确实 我没说是权 我说她为了孩子成长 对 安全的成长 可能是这个因素 对 那我想实际上 肯尼利家族在美国 实际上有很多处的住宅 到希腊船王的那个隔壁 去买一处住宅 我想问第二个 好 那孙教授您刚才说到 这个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他在希腊船王去世以后 他又重新回到美国 过了美国以后 你看他就像这个张先生说的 他身家非常家常 家常有万贯家财 但是呢 他过的是一个很朴实的 我心我素的 这么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还工作 还工作 还不行 或者坐出租车去上班 做一个普通的编辑 因为他原来出身 是一个摄影记者 这种情况下呢 让人感到一个很大的反差 他面对很多争议 很多对他不利的传言 但是他我心我素 他坚持了一种 美国人平时的色彩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 他不仅仅是因为 曾经的第一夫人 而著名 就是说 你虽然是第一夫人 但是他有他自身的价值 自身的这个 自己的工作 对 对吧 他是一个工作的女性 独立 那么在肯尼迪总统 遇刺不到五年的时间呢 他的弟弟 罗伯特肯尼迪呢 也遇刺身亡 那么罗伯特肯尼迪 也成为约翰肯尼迪 四兄弟当中 第三个死于非命的人 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 罗伯特肯尼迪 一决心继承兄长的一致 继续参与美国总统选举 在肯尼迪遇刺四年后 罗伯特击败了党内的竞争对手 被提名参与美国总统竞选 由于他很高的人气 国内娱乐一致认为 若不出意外 他肯定能够胜出当选 不幸的是 在一次洛杉矶大使饭店的 记者招待会上 当他穿过走廊时 一名来自约旦的一名 开枪射上了他 五年之内兄弟两人 先后遇刺身亡 我觉得这也太难让人承受了 而且肯尼迪家族的这种厄运 是从长子小约索夫开始的 他是刚才我们提到 四四年因为飞机故障 然后非自然死亡 之后一直到2006年 先后有十位 将近十位肯尼迪非自然死亡 所以社会上就流传着 这样的说法 说这是肯尼迪家族的诅咒 不知道两位怎么看这种说法 实际上诅咒 通常是对一种 令人难以置信的 巧合的一种解释 就是没有解释的解释 大家都觉得 怎么这么巧呢 为什么很多人死于空难 死于那种车祸 甚至于去划一个雪 能撞到树上 他们家族装上有这样 这种各种各样的意外 但是我觉得 现在实际上 如果说诅咒的话 主要的那些诅咒吧 我现在看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三个 其中有两个是跟犹太人有关 跟犹太人有关 所以说这种诅咒 我觉得很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呢 在这个方面或者在那个方面 跟这个家族的政治理念 或者说不同 或者说在这个家族的发展当中 他们受到 受到怎么说呢 受到损害或者说 有一种不公的感觉的人的 一种想象 从这种角度来讲 诅咒这个东西 我觉得只是 包括美国社会的某种八卦吧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确证它 就是没有办法解释了 所以就拿这种诅咒来说是 我个人倒是觉得 跟这个家族整个的教育理念 和它整个美国社会 面临的内政外交的局面 在国际格局当中 美国社会的变化 国内的变化 这个更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家族的教育理念 因为他相信 老约瑟夫肯尼迪就相信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 必先苦其精致 劳其筋骨 这种情况呢 说明这个家族 在训练小孩的时候 他培养了一种冒险的精神 为什么这些人 喜欢架飞机 那很多是空难是刺激 他们因为驾驶 有自己的飞机 出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所谓的这种诅咒 完全不应该 全都是自然现象 而应该是原为的或社会的 除了社会的政治的原因 还有他家族性格的原因 比如说他们喜欢冒险的这种基因 九兄妹 仅剩一人 肯尼迪第三代中 有没有好苗子 可以接过大旗 肯尼迪家族的辉煌 已经结束了 梦碌的死 和肯尼迪兄弟 有什么瓜葛 我觉得这也是 美国社会的一种八卦 天下天天谈 继续探讨 肯尼迪家族之谜 那肯尼迪兄弟呢 除了在政治上惹人注目之外 他们的私生活呢 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比如有人就说呢 肯尼迪总统的情人 比白宫的房间还要多 而这其中 马丽连梦露 可能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 金发碧眼 性感嘴唇 娇美身材 这个从孤儿院出来的姑娘 后来红透整个好莱坞 成为几十年来 最著名的性感女神 她是男人心目中 永远的美人 她的容貌 身姿举止 被一代的女性模仿 她是倾倒众生的 绝大友物 1961年 玛丽连梦露 结识了肯尼迪兄弟 她经常戴着假发墨镜 拿着一本素纪本 扮作秘书 与肯尼迪总统约会 1962年年初 肯尼迪与梦露的关系 被美国情报部门掌握 肯尼迪得知后 断绝了和她的来往 梦露无法接受分手 便不断地写信和打电话 给肯尼迪 甚至威胁要找报社 肯尼迪只好将 自己的弟弟罗伯特 派去做她的工作 在劝慰的过程中 他们又发展成为情侣 1962年8月4号 罗伯特再赴梦露之邀 两人发生争吵 8月5号早晨 马力连梦露被发现 死于家中 当警察赶到时 涉及美国第一家庭的 记事本和电话留言 都不翼而飞 多年来一直就有一种说法 说梦露是死于 肯尼迪兄弟之手 不知道这种说法的 真实性有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这也是 美国社会的一种八卦 跟阴谋论的一种说法 当然梦露 现在跟肯尼迪兄弟 有来往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有事实依据的东西 但是至于这种关系来往发展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发展到这种程度 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在职的美国总统下令 包括在职的司法部长下令 去把它给除掉 我个人表示怀疑 至少没有任何的信息 让我去确信这一点 这可能也是跟肯尼迪家族有关的 另外一个谜 这个谜我估计 要解开的可能性更小 其实我们知道 约翰肯尼迪家族 有不少故事和传说 而这当中 有一些故事都是和漂亮女人有关的 就说刚刚辞职的爱德华肯尼迪 他也是因为类似的故事 才不得不放弃总统梦想的 对吧 我觉得他影响他的人生 可能有两个丑闻 让他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总统梦想 一个是他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 60年代开车的时候 游玩的时候 这个车掉到河里去了 那么跟他同车 有一个女孩 溺水而死 那么爱德华出来以后 他没有马上报警 还有一个就是他在90年代初 那么我当时正好在美国电视里天天放 就是他刚离婚以后 感情无处发泄 居然跟他的一些外甥和侄子这样的人 去到酒吧里挑了几个女孩回来过夜 所以还被人家控告是强奸 实际上当时到酒吧去的那件事 到最后被告强奸的是他的侄子 对 不是他 不是他 但是虽然不是他 但他也在 讲起来你这个怎么做长辈的 对不对 是受影响 前面那件事呢 实际上法庭到最后认定 他是属于在造成伤 人员伤亡之后离开现场 实际上照中国讲起来 就是见死不救 这是一个罪 就是说你交通事故 你撞伤了人了 你自己走了 那不行 你得先报告警察 因为他到报告警察之后 这个是午夜发生的事 他报告警察已经第二天早上10点钟了 怎么说也说不过去 所以说到最后 法院是判他两个月监禁 但是是缓期执行 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呢 他虽然讲起来 也不算什么大罪吧 但是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讲起来 这是致命的 虽然爱德华肯尼迪没有当上总统 但是经过多年的魔力 他也从当年的一个亡库子弟 逐渐地变成一个 可以左右美国政局的参院雄师 这个参院雄师呢 是人们对他的一个评价 人们记住他的可能是 他为社会福利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而不是当年的那些 华编新闻或者丑闻了 那随着爱德华的离去呢 肯尼迪家的第二代的九人当中呢 只剩下最小的女儿 穷肯尼迪史密斯一个人了 所以接力棒呢 就交到了第三代人的手中 但是媒体评论他们呢 好像这第三代人当中啊 很难有人超越他们的父辈 不知道两位专家觉得 他们这个年轻一代和老一代 到底有哪些差距呢 这个我们当然是在隔岸关火了 离美国这么远 但是我在看 我看到一篇报道 就是华尼顿邮报的一个记者 是跟他们这个家族啊 是老朋友了 所以人家在问他 就像你问的刚才这个问题 下一代谁 谁领军 他说 It's over It's over 已经结束了 对对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说肯尼迪家族的辉煌 已经结束了 家族的影响力 到了第三代的时候 会有一些衰减 对而且我想 现在的美国社会 可能选择也很多 对吧 现在因为文化 包括这个传播 很多的这种信息的传播 这个产业的这种发展 对他们这些家族是有钱人 他实际上对未来 这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的毕业生 出来干什么 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对而且不当总统呢 对他们来说 可能过一个平凡的日子 还反而是一个更好的 对而且 所以第三代 对第三代第四代一看 哎呀 前面的那个叔叔伯伯们 怎么都是这么这么倒霉啊 他肯定觉得 从政实际上也有他从政的危险 从政的麻烦 肯定都是 所以这多少红尘往事 都从笑谈提供 从这肯尼迪家族 这个兴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过过去的这年的巨短片 对 好的 有关肯定提家族谜团的话题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深入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天下听天谈 下次节目再见 杰克逊复活短片疯传网络 我点击了最少有十遍 他近日是否入土为安 你不管你是争夺也好 你不是争夺也好 你走的程序是一样的 他为世人留下了多少遗产 迈克尔杰克逊死了以后 谁是第一财产继承人 为何他死后比活着更为富有 谁又在进行争夺 明天同一时间天下天天谈 为您揭开刚刚上演的 杰克逊遗产争夺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